吃饭要叫刷 吃饭要叫刷 过去浊水溪附近的居民 吃饭配沙成常态 但经过环境部 浊水溪阳城防治及改善 第一二期行动方案下 阳城问题大大改善 当地居民时都相当感谢 以前几年啊 那个外面的车库车子都是灰尘 小朋友也常咳嗽 因为空气品质不好 这几年因为浊水溪的 一些改善 阳城有减少 然后现在小朋友也比较健康 那个也比较少骑车库 也节省水资源 西螺镇最近这几年 成阳的话改善蛮多的 像西螺大桥底下的大草坪 可以让小朋友放风筝 还有一些游乐场所 真的蛮改善蛮多的 刚才我们的市长就说 21亿 后面还有第三期的8亿多 加起来只有30亿 在这里我们都看到 阳城改善的成果 真的感谢到我们中央的这个各部会的这个经费的益助 然后由建国委员长期以来的这个关心 环境部表示经过中央地方居民的努力 去年河川阳城只发生两次 比起106年时的59次改善了97% 希望未来能继续努力 给民众好的生活品质 立法委员刘建国也相当肯定 卓水溪阳城的改善 并承诺会积极来推动第三期的方案 提升在地居民生活环境 我们没想到经过这类型的经质 开始大大改善 我想这是可以让我们洛水溪阳 这一段有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感谢我们上官的丹尼 这样的努力 这可以冲作这个环境 我们希望未来还有第三期的这个经约 要到位 因为河川的经质 我想它是影响的 尤其洛水溪阳是我们的幕后 所以我们要对幕后 转心转力 来给它收好 这可以冲作国家的好的环境 来保护到我们的原划 把这些基民的安全和生活品质 希望卓水溪阳城问题继续改善 让民众的生活更加健康又美好 记者协议称采访报道